跟着工程人员的脚步来到顶楼机房 管线密密麻麻 连线到外面的5G基地台 大太阳底下机房不使用冷气 而是透过排风扇散热 省下不少电 因为5G高频要传输讯号 会消耗比较多的电量 这是现在全球电信业者都面临的问题 要如何节电 在追求净零碳排的时代 业者必须优先纳入政策中 透过大数据 搜集各个基地台的讯号使用量 算出各地方的非尖峰时段用量 业者可以有效控制各个基地台用电 同时还使用绿电投入再生能源发展 首先会在2030年的时候 达到云端机房 百分之百使用再生能源 到2040年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是 全公司使用的用电 都能够百分之百的使用再生能源 那2050年的时候 我们会达到全公司的碳中和 帮我看一下那个光品值TNB 另一家电信业者更导入AI来节电 在那个品质以内 负二负三 OK那没问题 机房内的讯号稳定 接着再到外面的基地台检查 基地台盖越多就越耗电 谈开统计资料 这间电信业者一年总用电量 约六亿度电 其中一万多座基地台 约使用四点五亿度电 占总量百分之七十五 部件5G行动网络行动机地台的耗电量 是过去的三倍 而业者为了要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导入AI智能方案 在不影响用户网络体验的情况之下 节省能源的损耗 透过AI观察单点机地台使用量 例如深夜多数用户在睡觉 AI就会调整当下不需要的频谱 透过演算法决定 哪个环节参与节能模式 借此省下百分之四十六电力 运用AI的选址站 那也就是挑选最佳的位置 来盖五级的基地台 那这样子盖出来的基地台数量 相对于同一来讲是会更少 大概少了三千站 这减少这三千站 让我们减少很多的用电 减少的碳排放量大约三万吨 从二零一六年开始 他们也减少冷气空调 改用散热风扇 机房采用节能技术 秋冬季节降低用电百分之五十以上 还能减少碳排 用电当然我刚刚讲的 对公司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 基于成本考量 那也基于对整个地球环保 这样一个永续的概念 很想在同时就减少用电 这方面能够做出最大的贡献 5G开台三年 台湾用户数今年一月达到六百八十六点三万户 二月突破七百零一点四万户 研究机构指出二零二三年底 台湾5G用户渗透率将从百分之二十三成长到百分之三十 各家业者祭出省电绝招 业者二零二二年将八成基地台改为无限接入网 吸热架构 省下大量空调冷却的能源消耗 每年节电一点二八亿度 我们活在一个不能没有网络的时代 背后要浮出的电力成本超过想象 电信三雄部署5G服务 也不忘了兼顾永续经营 TVBS新闻晨又想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